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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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实在 这首歌我们听过一百次了 这一次呢 八天两起命啊 说实在 你如果真的要向黑道宣宰先清理自己门户 我跟你说 这首歌我们都听一听就好了 你要放建文 建文他在台南市警察局就对了 分局里面他外星你知道吗 不然他原本 警察有什么情绪就对了 欸 少年队的队长 他小孩也是他的高童子啊 对吗 少年队的队长 对啊 是建文啊 是 建文啊 是 建文啊 建文的 建文啊 建文啊 对吗 这个队长 你说真的假的 哎呦 我今天都有证实备了啦 我今天喔 去卡丁去台南问 他一个小孩 他一个小孩就对了 他老爸就是台南市少年队的队长 你知道吗 你说有关系吗 难怪建文老大 总是能够第一手拿到警方的情资 对啊 我跟你说 黑白两道防防防相扣嘛 是不是 所以你要向黑道宣宰 你真的 如果你不清理门户 你真的每次出去出任务 确定不会走漏风声吗 确定不会有人泄露情资吗 你要怎么样向黑道宣战 对啊 我跟你说 你局里如果失败 你怎么向黑道宣战 对啊 所以说 你如果要宣战 够到黑道宣战 你警察局里面那些失败就对了 都清清清的 那老大都没法折到红线了 对吧 每一边掃黑的时候 你看有多多的老大去用掃去 都也下车去 走走去就这样嘛 是不是 所以你驚人 我们就别人说 卡金妈和方洋宣战 你如果要把黑道宣战就对了 你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你要先肅清 你要先肅清嘛 肅清之后 你不早就去抓就要老大 对吧 哪有警察的孩子 会去带老大 对吧 是不是 所以他有什么方向 他就绝对得到情知了嘛 你以前也是都这样嘛 我跟你说 以前我在通的时候 以前我跟郎港本局古增派所 我们官区的那儿就对了 刑事责任管区就对了 本局的刑事座位就对了 一天到晚 有时候回到郎港的时候 我都走到那儿泡茶了 走到本局去泡茶了 我又回到古增的时候 你是在那儿戍头的时候 对 回到古增的时候 就跟官区的那儿泡茶了 所以我有一边通的时候 我跟你说 我有一边通的时候 通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通人 你被通气的时候 对对 我们都说通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跟你说 官区的古增派所的官区的 就先走去山顶 我算住古增 舊庄街二段 先走去我阿嬷那儿 阿嬷 阿嬷 你旁边有回来吗 没有啊 我们旁边很久不回来 我跟你说 他如果有隔天回来 叫他不要回来两港 他现在去用通 我阿嬷跟你同样 什么叫通 通气 你旁边去用通气 警察跟你阿嬷通气 对 以后 以后我们阿嬷 才去找到我 他说官区的来 你不要回来 你又好 你知道吗 结果 结果我回去的时候 有一陣子我米的 我们家旁边 以前我们阿公在顾房子 房子 房子是 房子炸炸 我都说房子 炸炸 炸炸炸 要炸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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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些都要完蛋了 要看市集合 所以像黑道宣戰 要不要先清理自家門戶 特別是現在也有很多網友 在PTV上熱議質疑說 你要像黑道宣戰 你敢不敢動安平區最大位 誰是安平區最大位 安平區都有三個角頭 跟嘉義跟我們都有三個角頭 我跟你說 剩下一個角頭 剩下 剩下 人家叫他剩下的 剩下一個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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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陶劫 陶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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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明明說 為什麼老大都要取這種歪號 都要取動物名 是 沒有 我以前人 不是老大有而已 很多人都有 反正安平區三大角頭 對 所以這三個 現在剩下已經四個了 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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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所以社會修 他也都沒出來惯了 以前陶劫下 他們兩個 都會去做造型 所以現在最大部 就是陶劫 陶劫 但是陶劫一定不會招 招勛去聖劫 走持槍箱 去聖劫 去聖劫 到聖劫 他就開始漂白了 你知道嗎 他就開始漂白了 他開始開餐廳 對不對 開始做一些正當的生意 我先打個岔 觀眾朋友可能會 搞不懂 為什麼畫面上會秀出 林旭捷的畫面 林旭捷是誰 是民進黨議員候選人 曾經做過議員候選人 他也做過其他很多職務 等我也再來告訴你 他就是偷雞 他就是偷雞 看不出來 他是老大 我看看有像老大 我看看有像老大 對嗎 我們看不出來 要很慌 對 沒有 我跟你說 有很多老大 都很舒服 我們說實在 你看不出來 這以前是 極其是一個化水的 健康的老大 所以是怎麼說 我告訴你 安民區這三個 這三個老大 目前 目前就對了 我給你去了解 目前就對了 開始聲風血雨 你知道嗎 見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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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聞死後 下禮的 穿大放在他們家 兩隻穿放在他們家 誰照著主秀 照著偷雞察隊去主秀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聽說有人要台語 對 現在 我了解 他去偷雞察隊自首 在看守所裡比較安全 我們來看這個照片 開始有人發這個文說 我就是我 這是什麼意思呢 據說網路上瘋傳 有人要找蝦米報仇 對 江湖新風雪雨 現在很有可能 馬上就要江湖火翩了 我給你了解 有人已經怕聲 進去台南研修所了 不是說 荔架比較安全你知道嗎 不是荔架比較安全 聽不 聽不 聽不ook 有人要人家逛什麼 有人家逛什麼 Navion 使inge食 Kelvin 沒有 抓聲地說 becameもし法 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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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狂話 我都聽不太懂 有人家逛車贏 蓋舌摔省 他是在月泥的 售 blah 你不能奪啊 所以它也不能夠好過 對啊 所以有的人說 勘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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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 其實不行 因為你怕在台上是各台留下來的 你怕在台上是各台留下來的 對不對 而且建文是什麼人 建文以前是帶自己風濱的 自己風濱是什麼 自己風濱 我剛才有說 自己三大名人 水塾鴨 風濱的 營造單的 很早的 營造單 我知道 因為阿畢去看過他 對 所以說 他以前會帶風濱出來的 他在岸邊那個區 原來是化水的健康 所以見聞是很大碗 對啊 我跟你說 現在台人上就對了 我跟你說 剩下的無關事情 老闆子 漂白了 就像剩下這樣 所以現在開始 興風協議了 你知道嗎 台南驚人 安民區 我問起來 台南說賓國 我跟你說 開始有人絕對會報仇的 會拿見聞報仇 所以 坦坦不平靜 但是我們來談談老闆子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他 他是議員候選人 曾經是議員候選人 不只是議員候選人 還當過小英台南市黨部的 執行總幹事 執行總幹事 還當過台南農產預銷公司總經理 五個月而已 現在要拚余會總幹事 要拚余會總幹事的選舉就對了 這種人過去是走私槍炮做過七年牢的人 現在漂白了 你如果說這種人 你待會兒 不然你說 怎麼 對 他剛才說 八十六年喔 他就做 他關一過一號出來 漂白開餐廳 不然他選舉 他就選頭 差幾百票怎麼中 差一數而已 就是2018選舉 他又不然有台南做過 所以說 你要努力 你要說自己的努力 不過你要看他北區 他跟民眾實在很好 跟地方很好 他做過台南市的商業會 對 我補充一下 他現在是台南市商業會 你屬頂 商業會 我也是 台南市漁會同業公會 你屬頂 那台南市漁會同業公會 你屬頂 你現在農運會也黑金嗎 你要看他的行為 他真的在做黑金嗎 你現在的說法 跟過去的國民黨都一樣 沒有 以前你們在抨擊 國民黨農運會的時候 你說人都黑金 你現在也都黑金嗎 全世界都鼓勵 如果更生之後 還黑白兩頭看 這個要譴責 你要聽阿冠講 為什麼這篇 像黑道宣戰 大家也質疑 你問說現在台南市 你防衛作家 那個土地的關係 好 你看這樣就好了 我只摸下去看 光業會理事長 你怎麼可能不認識 沒有 你看他的背景 你說過去 你說馬總統 什麼 只要把自己的更生人 那些相比出來 用美食 跟他家裡的 很著名的更生人 用美食 所以說土地的關係 你說他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外面是誰 你說黃飛蛇跟他的關係 好 黃飛蛇跟土地的 開餐廳吃飯 幫他代言餐廳 幫他代言餐廳 對啊 那個土地在做農產運銷總經理 五個月而已 沒辦法長 你們當初 韓國瑜做台北農產運銷 同一個位子 的時候 同一個位子的時候 你不敢炒頭 王世傑在議會說 人家是流氓 對不對 這個呢 這真的是流氓 這真的是因為走私槍炮 關過七年 這真的流氓 你自己買賣 有啦 議會有買 沒有 看他現在的行為 那當初你沒人韓國瑜似 人家有做生意派的事情 韓國的 我以前也沒辦法 那是沒有 一些人還沒 這是走私槍炮 關過七年 關過七年 你拜託 這樣的人做農產運銷 公司總經理 議會看不下去 議會有要求說 包括幾個議員提案說 要求比照北農 農產運銷總經理 要去議會備詢 不然不了了之 所以做過 各位就來了 是嘛 現在要變漁會 對啦 你們當中變漁會 這為什麼地方就是 真的寫到農會 農地 為什麼 你農會 農會 信用合作社 貸款你看 農會啦 農會總幹事 理事長 這最重要的 還有最重要的 財務監事 為什麼 人事權益 信用合作社貸款 那多重要 所以特別選舉 2015年選舉 只剩下會選的 差17件 那是差得對 差不到 所以只要你 那個地方管制 掌握農漁會 我再舉一個例子 日月潭 光日月潭在選漁會的時候 因為 之前嘛 你如果有來 商機就大了 那真的大家抬到農會 所以當投資 議員沒得到沒關係 他現在做農會 他現在掌握漁會 大家就看不下去了 農漁會他就落定了 我再補充一下 這樣直接 他現在是少年隊 志工第二分隊 副中隊長 那不是政權 警權 臺南市警察局 農漁會 他都有關係 他做給警方的志工 顧問 顧問 警察局的顧問 我們說實在 我們說實在 像我們這個健康的人 我就去警察局做顧問 你問人和流 不可能 哪有可能 不可能 所以說 我跟你說 你如果真正要掌握 不要用壞 你裡面是清清的嘛 對啦 裡面是清清的嘛 什麼叫向黑道宣戰 過去胡志強說過23次 因為事不宜遲 我們應該跟黑道宣戰 好好的執行我的責任 一定的黑道周旋到底 我不會扯 我不像黑道低頭 我胡志強要欲強則強 也有八大放話 說你讓我們沒有路可以走 沒有逃路好吃 我們也讓你沒有討論 一定要全力以赴 要很這個嚴重的向黑道 再徹底的宣戰 向黑道宣戰 胡志強說過23次了 現在方洋寧哥說一次 陳佳青又說一次 口號啦 對不對 你真的要向黑道宣戰 其實過去警察向黑道宣戰 有一點暴躁 聽說現在都沒效了 我們這樣說啦 因為向黑道宣戰變成 給現在的老百姓聽起來 好像中華民國萬歲 我不會應該講這個話啦 其實我們講實在的 今天我們老百姓 我們八十一定要大力支持 向黑道宣戰 我們的司法單位要做警察的後盾 向黑道宣戰 但是向黑道宣戰是幾個字啊 但是做得到做不到是重點 因為現在你最有名的 我們在2010年的5月28號 發生了一件台中很大的一個案子 翁啟南 那翁啟南當時是有一名 頭戴那個鴨石帽的兇手 一進來就持槍 對 把他傷傷擊斃 那當時他裡面人還很多 怕是要這個兇嫌一跑掉 後來查到原來這是一個 這個兇嫌嗎 這個鴨石帽 對 這鴨石帽這個兇嫌 問題是關鍵的是這個畫面 誰在怕麻糬 那這畫面 這畫面是在他裡面的嚴密室 那些都警察耶 警官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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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輩 前輩你好 好 在那些什麼地方 在那些黑道的中宣裡面 怕麻糬耶 這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所以這幾個長官 他也都有接受到 他們該受的懲罰 那當然我們剛剛講那個兇嫌 他居然還沒有滿18歲 一個料姓少年 這料姓少年當時 台中翁齊南他也是一個 我們是一個有名好好有名的黑道人物 然後 然後 當然當時 胡志強 胡市長在說 向黑道宣戰 結果怎麼樣 倒楣的是基層警察 派了41個 維安特勤隊 這維安特勤隊 不要說41個我同時看到 我當警察這麼久 我都還沒有同時看過 41個維安特勤隊 那你把這41個精英中的精英 一把它訓練到已經很厲害 可以當種子教官的這些精英的警察 派大陸培行領檢 這就 第一個 很諷刺 你這個領檢 你不需要派這個精英中的精英出來 頭戴的面罩露個眼睛這樣 第二個 你去領檢台中最大的一個 精氣烈的一個酒店 金錢爆嗎 金錢爆 他叫金錢爆 我最近才知道 不要假的 不要假的 好啦 鋪罵總店 所以他進去裡面的時候 你看喔 浩浩蕩蕩蕩 幾百人進去 我問你 你怕你哪個羅門 叫小姐好 來 你幾百人來 我就在等你來 我等你 你來幫我認檢 會有可能嗎 不可能 金錢爆為什麼要做生意 他當然沒辦法做生意 他沒辦法做生意 因為金錢爆屬八大行業 他旗下還有很多 比如說他要養的一些 所有的人事管銷 那他上面是不是 還有其他的幫派 我們相信一定會有其他的 幫派的一些利益在 那你沒生意 人家照料料 當然這個幫派有壓力了 我就沒生意就沒做 你每天站著 24小時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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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叫你關他問好了 就看著你關他問就好 所以他開始有壓力了 那有壓力之後 後面逼出來這個 翁崎人這個兇手 叫廖姓少年廖國豪 他當時其實都在北部 因為也斷了他的金元 所以他在北部的時候 就找當時的國民黨 這個周首訊投案 所以是這樣才逼出廖國豪 對 這是當時有效的方式 這樣也是有效 兼臂親也給你親親 那時候八大行業 都向胡志強宣戰 好 我要讓你算不定 沒有 這種就沒辦法 因為當時他的時空背景 在台中 我們用這種方式 他可以兼避親眼 現在台人現在也會 親手 再來第二個 我先講我自己的一個就好了 我們那時候不是有個 全國大嫂黑 那大嫂黑我們只知道說 就是提爆流氓 因為為什麼以前的流氓會害怕 兵哥他知道什麼叫管訓 管訓 以前我們只要在外面 查獲到一把槍 像我們有一次我在松江路 敏泉東路 新天宮對面 那一棟大樓我們貨爆 有一名男子就持槍進去 要對店裡恐嚇 我跟他 跟我一個學長 兩個人在樓梯前面 看到一個男生 那個男生穿了一個 香港穿大大娘 就看他屁股一個鼓鼓的 我的學長屁股一拍一拍 掏出一把槍出來 馬上就抓到 從他屁股掏出一把槍出來了 那抓到那把槍之後 隔一天 因為那天是晚上 隔一天早上要移送的時候 他一天到送治安法庭四個字 治安法庭 治安法庭就是管訓 去送綠島 去送那個 現在剛好是治安法庭 現在沒有啊 沒有啊 民國98年流氓 裁測掉了 沒流氓了 同時間還放出來一千多個流氓 在裡面關的流氓 通通放出來 所以現在不會唱綠島小夜曲了 沒有了 所以以前你一抓到一把槍 就管訓了 那管訓之後你回來 你還要服刑你槍的刑期 所以你看這次抓到四把槍 三把短槍 一把長槍 交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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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寶再有一個亡人的停車場 去燭死 再還要做這個檢問去打死 如果他當時就像以前的做法 手啊再說先收押 那你看 他剛不是我們要胡市長一直講 胡市長一直講 像黑道宣戰 你看 最有名的 你看很多都是窩裡板 在2014年的8月18號那一天 一個做賭博性的一個 經營的一個電商 姓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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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從美國洛杉磯 要回來台灣的時候 因為這個人他本身 他有跆拳道的一個基礎 跆拳道兩三大地 但這個人他本身他就是 以前跟一個很有名的 被張錫民綁架過 叫余國柱 余國柱 他跟他做電動玩具 所以讓他一意自負 探過了百億 這樣也很大倍 很大倍 但是他2010年的時候 自己一個人 被兩個歹徒 要把他綁架的時候 因為卡手緊後 把那兩個歹徒也擊退了 擊退之後 他自己就透過其他管道 買了兩把槍 自己面試 面試的一個司機 姓謝 叫謝元信 看他點點故意故意 就請他當他貼身的保鏢 還有他的貼身秘書 結果他剛好在那一天 2014年的8月18號 從美國入境要回來的時候 這個司機去載他 載他之後 從此消失在人間 那為什麼會消失在人間 家裡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這個司機 他聯絡了兩個共犯 其他的共犯 聯絡好 他到了湖口休息站 把他的車子 把這個私信的被害人車子 就司家驚好了 他說沒關係 車子停在湖口休息站 他跟他講說 實在 我要來洗手間 你那時要車上打開一下 因為他 美國回來有時差 所以他車上瞇一下 結果那兩個歹徒一進來 馬上拿電極棒 那種高伏特的電極棒 往那個私家鯨上電 因為他知道 他有跆拳道 你也沒有電就去打幾歲了 所以這是其他的 李英外合 對 其他的其他的 其他的其他的 李英外合 然後他把另外一個拿刀子 威脅著他 雙手把他反抗 反綁之後 淋略 一路淋略喔 淋略就載到汽車旅館去淋略 叫他交出五千萬 結果他匯了三千萬 到三個帳戶裡面之後 那個謝元姓就是他的司機 說阿台阿台講說 從電腦裡面想要把三千萬 轉到自己的裡面 不會贏的 不會贏的 他隔天還跑到銀行的時候 自己去淋 跑到銀行去淋的時候 銀行說你的身分證件 我看一下 他自己心虛 是不是警方查到了 跑了 跑了之後後來 因為查到了這個謝元姓的時候 發現說 原來這個人 他施加欣這個被害人 對他這個司機非常的好 月薪雖然只有三四萬塊 但是他只要他家裡 有任何的狀況 五萬 十萬都救他 可是他為什麼他會突然反咬一口 把自己的老大給殺了呢 那結果我們當時講 因為沒有任何證據 他後來用假護照跑到泰國去 是 跑到泰國去的時候 講真的 因為泰國有一通電話 打到台灣來 司董死掉了沒 那通電話不知道誰打的 表示什麼 表示他們後面是不是還有 其他人知道這些事情 那當時這件事情在台中 一發生之後 我們的胡市長也講 我堅定地像黑道宣戰 一宣 宣到現在也是 繼續宣 宣統皇帝 你對你胡市長減透一下 你黃偉宣 黃偉宣也想減透一下 從馬來西亞女大學生命愛到現在 台南的治安一直在出包 會不會像黑道宣戰變成宣統皇帝呢 一架